大家好 担任日文导游多年的Toku 受疫情影响 长达两年几乎零收入 好不容易等到解封 国内景点仍未见大批外国观光客人潮 让他苦叹不知何时 能回到疫情前的旅游常态 从事英文领队导游工作的Chris 专门带长城的欧洲团及旅游团 虽然国门已经重启 暑假出国人数明显激增 但是欧美团却不见起色 同样也在苦苦等待 一开始当然是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是外国旅客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那现在其实国门在去年的10月份 已经开放了 但是因为我主要是做日本客的关系 那日本这个国家比较谨慎 听说他们现在就是开放 但是公司这边还没有让 就是社员们有可以就是出去 就是出去玩的这个意愿这样 那加上现在日币比较便宜 然后国内的饭店的费用也调涨的蛮多的 所以导致日本旅客现在来台湾 有点却步的感觉 简单来说我疫情前的话 我一个礼拜至少会有五天 至少五天要带团 可是现在我到目前为止 只零散接到就是一两个比较小的case这样 目前叫做缓慢回温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很想要去 但是团量很少 那团量很少不是因为旅行社他不想要出 是因为没有航班 因为你知道三年然后很多航空公司关闭裁员了 那这些机师很难再回来 很难很快的 这个飞机又买回来 然后机师又回来开飞机 所以航班很少 所以对旅行社来说呢 它的成本增加抢不到机位 抢不到机位通常 大概十五个人 就会有一张团体票FOC嘛 是免费的 那现在没有什么团体票了 每个都是单独要个别买的 如果说你很紧急的话 硬要抢到这个朋友 好不容易有一个团员临时报进来 最后一分钟一张票四万块来回 很贵比以前的好几倍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观光产业对于今年景气 抱持正面态度的企业高达八成五 但询问业者下半年是否开缺真材 结果显示只有五成五的企业 有真材意愿 更有六成八观光业 无意再加码调薪 根据我们111目前资料库的显示 观光产业呢 今年就有超过五万三千个工作机会数 那对比疫情比较低迷的时候 足足翻了两倍以上 那目前比较缺工的 包含像是第一线的基层全职人员 比如说像是房屋人员 柜台人员 还有厨师 以及业务跟内勤客服等等 好 因为根据我们的统计 今年下半年度只有六成八的企业 是没有意愿再加薪或是提供其他福利 只有32%的业者表示 有可能会有调薪或是其他福利的展现 那主要是因为根据主基础统计 去年的1月到11月 观光餐饮业呢 他们调薪的幅度已经超过了5% 远远胜过了金融业 所以再加上今年呢 有五成四的企业表示 上半年度已经帮员工家过薪了 那在这个加薪导致他们获利产生一点压力的情况之下 下半年度想要再加薪是比较困难的 真采预员比较高的 像是星级饭店啊 主题乐园 还有饭店商场跟观光工厂等等 之前是因为受惠了一波国内报复性消费的人潮 但是像是旅行社还有民宿业者 有一些资本额没有那么损厚的中小企业 可能他们平常接待的是国际观光客的团客 那现在呢 在团客还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的情况之下 他们看不见实质的收入 所以导致他们会抱持一个比较观望的心情 所以采取现行有的人力来进行公司的营运 疫情刚开始 然后所以饭店这边也有一些人力的一些调遣 然后到后面就是疫情越来越严峻的时候 所以开始就是有一些就是人力的调动 那因为人力调动之后 跟我原本想要做的产业类别就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后来就自动请辞这样子 后来因为就是想说要找其他的收入来源 所以有去广告公司 然后开始接了一些平面的拍摄 跟就是广告的收入 然后甚至后来开始接了一些 不只主页是婚礼的主持 那后来开始接了一些活动类 比如说记者会啊 或者是一些商务的活动 那开始把后面的 就是前面之前没有赚到的 慢慢慢慢的赚回来这样子 根据人力银行资料库显示 目前观光产业有超过五万三千个工作机会 和疫情期间相比已经翻了两倍 但疫情警戒期间 不少从业人员早已转换跑道 短期间清皇不接 提高企业征裁难度 好其实我们人力银行会给出三点建议 第一呢就是希望业者不要再执着于 寻找全职员工 可能改用一些计时员工 或是兼差的方式来弥补人力缺口 那第二呢是把一些工时比较长的工作 比如说像是柜台服务人员改成两班或是三班制 然后再搭配一些工时比较弹性的高龄就业人口 来让他们的这个服务不会中断 那至于第三点呢则是旅宿业者 他们可以采取一些自身的优势 提供员工除了加薪以外的福利 比如说他们可以提供免费的员工餐厅 或者是免费的员工住宿 来节省员工的通勤交通 还有时速等等的费用 在没有办法帮员工开源的情况下 用节流的方式来吸引人才 另外少子化现象 也直接冲击产业最缺乏的继承能力 人力银行也建议可以用兼职或弹性工时 并以现有资源提供福利 提高就业意愿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